狂犬病再度陷宗 而疾管局的前副局长施文宜在脸书爆料 说农委会再度隐匿了疫情 他指出早在去年5月就有幼欢罹患了脑炎 而经过检验发现狂犬病毒呈现阳性反应 但是呢却是没有在第一时间通报疾管局 不过农委会驳斥这样的说法 眼前这只模样可爱 看起来像只宠物属的动物就是幼欢 现在却被前疾管局长施文宜在脸书爆料 他们身上可能带有狂犬病毒 施文宜说农委会早在去年5月就已经知情 却拖到今天才召开专家会议 再度涉嫌隐匿 他真的诚如这个农委会所讲说 因为是脑子不是金鲜的 所以他们也还不敢确认 可是在一年多前 如果不敢确认这一年多来 那到底多了风 去年5月农委会在野生幼欢身上 发现不明病毒 解剖后才知道罹患脑炎 怀疑可能是染狂犬病 但是不仅第一时间没通报疾管局 接下来还在云林谷坑 南投渔池跟台北木炸等地发现病毒 对此农委会指说 又欢身上的只是疑似 不能百分百确定就是狂犬病毒 但是施文宜批评 高度怀疑就应该要有所作为了 高度怀疑了 那要做的防疫措施就会很多 不是说确认了就没有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比如说我们的巡山园 那一些野生动物的保育的人 通通都要打疫苗 他们怀疑可能感染狂犬病 所以他们是在今年6月24号 上个月24号才通知防检局 然后呢在6月26号台大才把这个病材 这三只死亡的诱官 送给我们的家卫所进行诊断 施文宜强调从这些诱官个案的分布地点 就可以看出病毒已经扩散 一旦这些致死率百分百的狂犬病毒 传染到人类身上 后果难以想象 但农委会反驳表示没有隐匿 双方各说各话 UDNTV引得玉岳嘉宁 吴登丽台北报道